故事泡泡堂 包包国 包包国里住着好多包包 每种包包都有自己的功能 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包包国王就会派适合的包包 到世界各地帮忙 你好 需要两个旅行包吗 还好 我们马上派包包过去 你好 需要装便当的袋子吗 好的 没问题 迭旦节快到了 迭旦老人准备了许多礼物 要送给全世界的小朋友 要准备去送礼物了 这么多礼物真不好拿啊 快掉下去了 这么多东西该怎么办呢 对了 请包包国王来帮忙吧 喂 请问是包包国吗 我的东西太多了 两只手拿不动 怎么办呢 好的 我们马上派包包过去 耶旦老人马上打电话给包包国王 国王派来了一个红色的大袋子 让耶旦老人可以把礼物装进去 带着他到世界各地 呼呼呼 这样送礼物变得方便多了 有个很会表演的大明星 房间里堆满了表演要用的衣服 没地方可以收藏 衣服上都沾满了灰尘 这该怎么办呢 诶 说不定包包国王可以帮我的忙 喂 请问是包包国吗 我的衣服没有地方可以放 都沾满了灰尘 哎呀 你好 好的 我们马上派包包解决您的问题 这次包包国王派出了收纳袋小队 把大明星的衣服分类叠好 收进袋子里 有收纳袋装着 衣服再也不会沾上灰尘了 太棒了 以后我收拾衣服变得方便多了 解决完许多人的问题后 包包国王又接到电话了 哎 你好 什么 灵国的公主 要一个包包搭配新衣服去参加舞会啊 嘿嘿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次包包国王找来了三个美丽的包包 让公主挑选 小朋友 你觉得公主会选哪一个呢 我用一个包包白了 我用一个包包包包的 太不关心了 我用一个包包包花了